hello 欢迎学习爬充个人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了一下 就是如何使用那个 来完成那个拉个网的爬充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来布置一个人的作业 就是使用这个 来完成这个boss直拼的 这个这个这个爬充 那么我们也是去搜索一下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全国他的那个python 这个职位的一些这样的职位信息 好吧 好 那我们来搜索一下 下面的话就有这么的职位信息 爬的方式的话跟那个拉扣网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首先的话先来爬取每一个页面 就是每一个列每页当中 每个职位他那个详细页面的那个url 对吧 拿到这个url以后 接下来再去爬取 每一个职位对应的这个里面的一些信息 爬取完了以后 再把这个页面把它给关闭 然后的话接下来再去爬取第二页 以此类推 然后如果本页当前正页 把它给爬完以后 接下来这里边我们来 这个地方有一个点击 下页的这个按钮 那么我们点击这个找到这个下页的按钮 然后的话点击 然后的话一 然后的话用这个地方又来爬取 对吧 好 然后的话你这个地方一直爬取 一直爬 直到这个地方 它不能再点击位置 直到这个地方不能再点击位置 那么这个按钮不能再点击 它应该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这个的话大家在课下里面自己去解决 好吧 这个你只要往一直点 一直点点到最后页 看看看看等到最后页的时候这个地方 它的那个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好吧 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啊 啊 我们那个拉个网那个东西的话 它有一个特征是它那个class是等于那个page disable 对吧 那么你看看这个拉个网 它这个地方如果是到最后页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情况 好吧 就是完成一个阵的爬中啊 那么这个盘的话也是比较简单 但是的话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个boss之病啊 如果你爬的数据好像据说 不是据说就刚刚我测试啊 应该是超过10条或是多少条以后 它就会让你输入一个阵的验证码 你只有完成这个验证码以后才能够继续往下面爬啊 这个地方我跟大家来演示 好吧 就是呃 就是boss之病的一个阵的爬首啊 好 代码稍微有一定多多 但是其实的话 理解它就不难 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右借来啊 运行一下啊 好 稍微等一下啊 好 这边看一下它的那个爬去的过程啊 哎 对吧 现在因为我之前是已经爬去到了很多了啊 说的话 它这里边就直接出现了一个真的验证码啊 出现在这个验证码 那么这个验证码该该是怎么解决呢 下节课的话 我们就会跟大家讲到那个什么呢 啊 识别这个图形验证码啊 或者是最简单的一种解决方案的话 因为识别图形验证码的话 可能涉及到一些 比较啊 高时的一些 比如说机器学习啊 生物学习的一些这样的知识点吧 那么最啊 最简单的方式的话 就是你去换一个IP地址啊 换个IP地址啊 这个的话 我们后期啊 也会跟大家讲的啊 就会呃 到时候会有一节课 抓住来跟大家讲 怎么去呃 随机取一些这种IP地址啊 然后的话教大家 如果去购买一些这样的IP地址啊 然后的话去更换 你把这个IP地址更换以后 你再去爬起就没问题的 好吧 再去爬起就没问题啊 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用什么呢 我是准备用这个图形验证码去识别啊 但是这个代码可能稍微有一丢丢bug啊 可能稍微有一丢丢bug啊 没关系 我们这边来输入一下这个印码啊 bf66啊 然后会点一下提交啊 让他继续往下面爬啊 y x x d f 好 让他继续往下面爬吧 呃 现在这个程序是退出来了啊 那么我让他再去执行一下啊 哎 这样的话就爬到了对吧 哎 爬到了啊 好 哎 就是一些这样的信息对吧 就是一些这样的信息啊 嗯 然后你现在往下面爬啊 然后爬完以后啊 还要把这个保存在这个csv文件当中好吧 呃 上之前那个拉个网 其实我在背课的时候也把它就是背的 要要放在那个csv文件的啊 但是那块因为啊 记住点也不是很多 说的话就没有讲到啊 这个大家在自己写作业的时候 自己写一下啊 非常简单啊 你首先在这个啊 构造行之当中去定义好一个这样的writer的吧 然后的话在下面啊 在不断的再去写入啊 这个写入就可以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爬虫啊就先讲到这个吧吧 就先讲到这个吧 大家在科技里面也是把这个东西啊 去咨询完整一下啊 咨询完整一下啊 呃 这个作业哈 一定要去做哈 一定要去做 如果不做的话 那么这个知识点的话 有可能只是在 哎 存在这个视频当中对吧 你只有自己做了啊 然后不会的时候再来看一下我的这个代码啊 你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启发 对不对 一点启发啊 然后的话 这个东西才是长在你自己脑袋里面的 对才是啊 那个存在你自己脑袋里面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啊 就讲到这里吧 啊 感谢大家